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们上次教的是百合花 是白色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一趟呢 我们来教木棉花 木棉花呢 它跟它不同是五半 而且颜色非常的鲜艳 那么平常在我们在广东呢 就广东 广州市的四花 就是木棉花 木棉花也叫英雄花 那为什么叫英雄花呢 你看它是非常奇怪的 只要是同样它旁边有很多树 它一定要长得比所有周围的树都要高 它特别喜欢象一样 喜欢碰到太阳 所以它都长比周围的树 它都要冲出去 只要别人要比它高 它就要比它旁边的树还要高 所以叫做英雄花 这个我们在广东啊 整个市面上都看到非常多 今天我们就来讲 叫做这个 怎么来画 木棉花 OK 今天我们呢 叫木棉 叫英雄花 那木棉 注意到它是五半花 它是五半的 我们上次学的呢 是六半 那这个是五半 所以五半呢 没有前后 是同时一排就生长的 注意到它的花心是一个长母蕊 很多的熊蕊 有的呢 只有五六个熊蕊 但是它是一大重熊蕊 又有不同 那像玉兰花 它的蕊很奇怪 它像个宝塔一样的 一个宝塔 然后有母蕊 像宝塔 心仪 这都是属于玉兰心仪 它的心是 是这种心 我们要 都能理解 还有它的重点呢 就是 像上次我讲过了 我要画这样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口先插起来 这时候 我们在这个里面变化 它就会低 你看 这样側 扁圆 这样正圆 那这个就这个 我把它勾成这样 这个呢 我就这个 那一般来讲的话 它正面里面呢 很鲜 它的背 它的镜 背的时候呢 会 红 偏 橘红色 会比较淡一点 就是它 它颜色非常的 非常的 鲜艳 那么它的包呢 就会这样 那么它最大特色呢 它这个 脱花蕊呢 是非常雄厚 而且上面有毛 有绒毛 在上面 那么它的枝干呢 是像松枝一样的 非常倉俊有力 像 你画松枝的时候 拿来画它 像别的是绵绵很长 很纠长的 那它呢 我讲了 像龙爪一样的 那样子 有力量 那它的大杆呢 每一种树的 这个大杆 是不同的 像松树 是圈纹 像柏树 是S斜纹 那有的是直纹 那它呢 是属于横纹 像桃花 木棉 这些呢 它的纹是走横纹的路线 那我们每画的东西 要把它的特色抓出来 如果今天你画的东西 结果这个 这个纹 画的 画的 错了 那么就整个 整个就错了 所以说我们 叫施法自然 大自然的生长 就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把一个 画一种东西的时候 把它最基本的东西 这个 这些天然道理啊 生态呢 能够摸出来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画 这个是 理解以后 怎么来画 木棉画 好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画它的时候 先 橘红 先打橘红 橘红 然后呢 橘红前面去占红色 看表演 橘红 加红 橘红 加红 它颜色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轩悦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轩悦 橘红加红 来 我们先开始 你看 因为它是舞伴 所以它像茶花一样的走 可是呢 它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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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长 比较长 你看 一 这一半 二 三 瑞王外 外王瑞 都可以啊 一笔 一笔不够 两笔 两笔 去完成它 两笔去完成它 一笔 可以 而且不够 两笔 两笔去完成它 它的 好 我们先画正面 先用最浓色 我们去画 画最正面的 一笔 龙 龙 龙 肚子的蛋 要让它 使得出来 这笔 这笔 是画的 开的 我们画 这个是盛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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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 人流的把它做出来 好 下面我们画它的 比较 背面一点的 背面东西呢 它会 就会 橘红加黄 橘红去加黄 黄 来来来 橘红加黄 那么它 换它这个 它有个喇叭口 这个呢 看到少 这个呢 看到的 大 你看 你要让这个 能过去 这个能接应它 能过去 能接应它 这样子的话 它才 看出它的生态 才出得来 这是开 头上还没有 还没有整个 整个开出来的 这是 这 垂 它的 这个 垂 垂的 垂的部分 那完以后呢 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 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 帮助它的 心 它的心 它的心呢 是 我们把它画点 黄 绿 黄 偏黄 再带一点点的 实力下去 黄 绿 好 那这些其他没有心 看不大 好 它有非常丰厚的这个 花托 非常丰厚 非常丰厚的花托 它的花托呢 是 可以用 可以用 绿 带点咖啡 带点墨 很丰厚的 比较厚实的咖啡 回 二 三 四 要压肚子 啊 我们 我们 等于写一个 它斗点一样的 回 我们平常都包它的时候 这边朝这边 这边朝这边去 好 这完以后 我们现在要伸它的枝干 我上次讲过了 我们要比较 用的比较 像松枝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力道 用松枝一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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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 就 就 就 你看 其实就是在画一个 松枝了 一 二 三 这边 压 这些段落 我们要显得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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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边 这个你看我们画这个时候呢 就很像我们当上次教的松束的时候的 它这个质感啊 画的画的非常的娼劲有力啊 谢谢大家 不要怕穿插 像我讲过,我们要善用一个铝字 一二穿,一二穿,一二穿 穿过去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 变化 很多变化 每个都要交代 这个到这边穿过来,这个过去,这个过来,这个过来,过去 我们 每个地方啊,你都要给它有所交代才行 有所交代才行 那么 有的要想漂亮一点,有的是会把 黄跟白来画花心 因为它 它深,我们就可以用浅的 它浅我们可以深的 但是墨色永远都没有关系 墨色 墨色都没有关系 那么,我讲过它是 一个 一个母蕾 很多 很多 像 像别的呢,也许只有 五六个 它有一大重的 母蕾 一大重的 母蕾 在里面 它就是 不同的地方 这些 画了 梅花的 镜啊 画梅花的芯啊 跟这些一样 要非常的 像钢针一样出去 非常有力 有力到出去的 有时候我们会画在 这个上面会点一些 斑点,因为它上面很多毛毛毛的东西啊 这就是木棉的特色 木棉的特色 木棉的特色 它这个 非常的厚实 这个是 好 我们想如果说 可以完成 我们要画一个 这个 这个 先画个老 老子的时候啊 老子的时候呢 我们用 弹幕啊 弹幕 老 老书弹 弹幕 要弹 我们画的东西越粗呢 就要 就要越弹 越粗越越弹 我刚才讲过了 我们画的时候呢 是走横纹 要走横纹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 编出来 编出来 然后呢 打横纹 出去 横纹 长 中 短 长 中 短 诶 变化 从这里切过去 它的纹是 这个纹定了以后呢 这边的纹 这条路呢 要跟着它一起走 要跟着它 它一样 它转弯 我也转 它转弯 它转弯 我也转 它转 它转弯 差不多 差不多 要跟它一样 差不多 打这个 横纹 高高低低 长长短短 长长短短 都打 不要 不要太 不要打得太整齐了 这边打得多一点 这边呢 打得少一点 也打 不要两边一样多 啊 两边一样多就 就 就 骑了 就骑了 那么 以前我们教的是松树 那现在这个 就是教 叫这个 这个 木棉的 木棉的它的 它的 这个纹路 然后完以后 骑了以后 我们给它一点 纵末 去点它的胎 胎的这种 来破 破 破一下 让它上面有 好像有很多 斑 的 感觉 破 插 这种 这个是 来 好 我们 再来 有声外 我们再来 来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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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一点这些动物东西 因为它最难 但是多画多画自然就好 也没有什么难 就是一个鸡蛋加个圈圈 然后这边有个孔 这个流孔就是眼睛的地方 画一个反膝 膝倒过来的膝 然后再画眼眶 然后眼睛下面 眼睛下面 长个嘴 这个嘴有的人就画成一个不画了 他也是一个就像我都画完 不画我就是这样 那在这里 所以他脑干上不要太深 我这个比较深一点 就可以长脚 就可以去长脚 我们可以用淡漠化 也可以用其他的任何色 因为山雀呢 是各种颜色都有 不尽然是说一定哪一个 先找中间一 左边右边 但是不要出去了 不要出去了 很多人要出去了 所以中左右 完以后 上面伸 下面前 戴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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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这条线 这条线太胖太瘦 就决定了他的成功失败了 所以这一条线很重要 这里面压 上升下潜 舔胸收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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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嘴巴呢 有的我们可以上个色 有的不上色 都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我们一上色 他马上就看起来了 你看这个就是 我们就咱们提款 多一点字提这边 少一点字提这边 关系血细明 盖个压脑脑 就可以了 这就是木棉花 没有叶子 注意到 木棉盛开的时候 它没有绿叶出现 好 我们今天就 木棉就放到这里 这个是木棉花 那么我们先去 两个月 这就是木棉花 就是木棉花 那么一天 这个木棉花 这就是木棉花